理性游戏 师徒科金 大家好 我是司马老贼 看到标题 相信很多小伙伴就要说了 司马老贼 你这个狗逼看来要帮官方片刻当狗托了 针对这点 老贼就不想废话了 咱们直接开始说内容 上上期视频中 老贼简单地聊了一下关于新武将张让的强度 但后来老贼发现 这个武将可能并没有我最开始想的那么简单 阵容 战法 及兵书搭配 在这套阵容里 我们给董卓带上机器堕归和聚水断桥来做主将 兵书选择攻其部背 鬼谋和降威 全武加点 张让则带上用武通神和文武双拳来做副C 兵书选择攻其部背 降威和占卜 全制加点 最后我们再给乌突骨带上草船借鉴和御敌屏障来做辅助 兵书选择元气逼宫 眼虚和立军 搭配思路 看完上面的战法相信很多小伙伴就要问了 张让智力这么低 你给他带用武通神和文武双拳当C位不是浪费战法吗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经过老贼计算 白板张让在满级满科技且不算装备的情况下 虽然智力只有332 但是可以通过用武通神和自带战法切性成宠的稳定AOE伤害 快速将文武双拳的效果发挥到极致 注意看 切性成宠会在单数回合对敌军群体两人造成谋略伤害 这里是两层文武 而当敌军武将智力低于张让时 他还会额外对其造成谋略伤害 那么如果我们带上藤甲兵 专挑线阵营 青州兵 大己士 西凉铁骑和虎豹骑 这种明显不会是高智的队伍去撞 岂不是单单第一回合张让就能用四层文武双拳 再加上他本身的智力332 这不就轻轻松松450致了 如果再算上装备和第二回合用武通神 打出最后一层文武双拳的智力 张让智力破500真的很难吗 看到这儿肯定又有人要说了 张让这小身板菜刀队两刀他就没了 所以我们用到了乌突骨 还是一样经过老贼计算 白板满级乌突骨能够通过藤甲兵 给到全队全程41%以上的兵刃减伤 再加上由于张让本身的速度面板 低于所有菜刀武将 那原本持续四回合的预敌屏障 在他身上就能直接生效五回合 看到这儿你还觉得菜刀队能两刀砍翻张让吗 说完了坦度我们再来好好聊聊伤害 由于前文中我们预设了针对菜刀队的战场定位 那么我们就能直接确定切性成宠 每次AOE伤害的目标治理都将低于张让 那么张让就能带着500左右的治理 利用切性成宠奇数回合提供的 共计1680%受智力影响的AOE伤害 进行狂轰滥炸 如果再加上用武通神 偶数回合的960%受智力影响的AOE伤害 那么仅仅一个张让 八回合就能稳定提供恐怖的 2640%受智力影响的AOE伤害 那看到这儿又有人会说了 你这队伍又没续航 凭什么能拖着打呢 说到这个 我们就来看看董卓的自在战法 战斗中每回合损失一定兵力 同时获得倒戈 第五回合时若副将存活 则每回合对敌我全体造成兵刃伤害 这是什么概念 第五回合起 董卓将带着至少40%的倒戈 AOE敌我全体 而当我军主将获得治疗时 张让就能从中偷取20%治疗自身 同时 几方全体由于有腾甲兵至少40%以上的兵刃减伤 董卓是打不动乌突骨和张让的 加上聚水断桥提供的倒戈 以及聚水家情妇的AOE伤害带来的吸血 和草船借鉴挨打回一半的机制 这一队的生存能力 好像不用过于担心 简单总结一下 腾甲兵加御敌屏障 能很好地解决张让低统帅 在面对兵刃队伍时候的短板 而正因为带了腾甲兵 所以打击面正好与切性成宠 需求的低质不谋而合 至于董卓 在主将位置不仅能够通过自带战法 和聚水情妇提供伤害补充 还能利用大量AOE配合倒戈的吸血 来稳住张让的血线 相信兄弟们看到这里 应该多多少少对张让这名武将 有了一些了解了 如果大家对张让这名武将 还有更好的搭配思路 也欢迎大家在弹幕和评论区里 跟老贼一起讨论 那咱们这期视频就先聊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